好 OK 有听到吗 有 好 我们这个专案是那个吉祥物的基本资料收集 那还有就是资料收集之后有一些延伸的探讨 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 然后应该凯杰也有出现在Gathertown 就另外一位蛮核心的参与者CAI 那我这边其实我贴的是那个 我们的共笔的文件 那我稍微就介绍一下我目前共笔文件的一些阶段成果 那我首先先介绍说我们其实收集到资料之后 有先尝试用一些比较免费的前端工具 那举例来说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它就是一个算是一个主题的一个网页 那比较特别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会去进行很多的标签标记 也就是说很多角色它有可能设计灵感 它可能是基于地区的特色的名产 可能是芋头或者是像石虎这一类的角色 那我要怎么知道全台湾以某一种标签 某一种特性的角色有哪一些 我们就尝试这样人工去标记 那举例来说我们就以石虎为例的话 我们在这个网页上点选石虎 那下面就会联动的跳出说可能 是国家公园有做过石虎的角色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单位 那可能它的角色也是一个灵感 例如说它是把它拟人画 那我们还是会把它标记成石虎 因为它如果是有很明确是灵感来源是石虎 那像下面的话网页的下方就有一些地图 也就是有一些吉祥物它其实是蛮有地点属性的 那可能是彭湖县的吉祥物 或者可能是某一个乡镇公所所推动的吉祥物 那它常常活跃的地区 或它想宣传的一些议题都是比较在地性质 那我们就会把它标记在地点上 所以那这个标签其实蛮多的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点点看不同的标签 例如说我现在点的是黑熊 那就会但黑熊其实它数量就蛮多的 那就各式各样的黑熊的角色 那这个就会是从我们在资料整理之后 一些前端应用的想象跟试作 所以也邀请是说如果对于前端有一些开发想法的朋友 可以一起来参与 那另外一个想跟大家说明就是我们是用Airtable 这个网页工具去收集各式各样的角色 那会透过收集的过程我们会去开出一些栏位 包含刚才提到它是什么样的标签 那像CAI它这边也有去开设 例如说每一个角色它如果设定比较详细 它还有它的生日身高体重等等 那刚才有提到像它如果是跟特色名产相关的话 也可以去做标记 就是它的角色跟它的在地的地区是非常相关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特别抓出来 会进行这些延伸性的标签是在于说 因为其实以公务单位做吉祥物来看的话 它本身当然还是一个算是政府预算的支出类型 其实它应该是广义的行销预算里面的一个项目 那怎么样让公务部门的同仁有更好的范例可以参考 或者它在企划某一些角色的时候 它怎么样跟自己的想要真正推广的业务可以扣起来 然后也比较有特色 也比较让角色的效益会有看得到 那这一块也是今年想要开始跟一些公务部门具体接洽 所以我们在HackMD上面会有一个页面 叫做公共政策探讨的页面 那我们会尝试从甚至是硕士论文 然后政府的研究案去找出一些可能 比较从政策端去归纳课题的一些文件 那我们也尝试用假设Google Trend这样的工具 去看看某一个角色它的活跃的生命力如何 所以如果有朋友对于这种声量的分析的有经验的话 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专案 就是看看角色它目前在行销推广上 它是不是还蛮活跃的或者是它已经比较低度的使用 那最近我们也写了一些信件 跟包含文化部还有国家档案局 还有文化测经院国家发言委员会 这四个单位接洽 主要是说这四个单位 文化部门当然是跟产业相关 所以我们也预计持续跟自己个政府单位来交流这个专案 因为看起来他们目前都没有这一类的资讯整合的专案 那以上是我们吉祥物的专案说明 好那谢谢哲伟 谢谢大家